林首长今日爆料。 国家银行外汇交易亏损事件,原来还有很多人涉案的。太不公平了,难道这些人就不需要被调查? 林冠英,国家银行外汇交易亏损事件,应该调查当年所有涉案人士,包括当年的内阁部长。 吉隆坡三日讯,根据光华日报报道,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认为,倘若警方欲开档调查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银行外汇交易亏损事件,不应只是调查当年的首相敦马哈迪与财政部长拿都斯里安华,而是调查当年的所有涉案人士。 他认为,马哈迪与安华并非专业会计师,肯定是听取专业人士所给予的资讯才做决定,因此倘若警方是专业的,理应调查当年给予这些资讯的人士,包括当年国航、内阁成员和总基查司。 皇家委员会现在才调查九十年代国航外汇交易亏损事件,这已经违反会计原则,当年的损失为什么十年后才开始调查? 显然的,国家银行的声誉已经完蛋,甚至名誉扫地。如果要调查,整个国航都要被调查,包括当年的内阁部长也要被调查。 林冠英也是宾州首长,他今早是在为2017年行动党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开幕后,接受媒体质询全国总警长丹斯利福兹。 昨日证实,警方已成立小组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银行外汇交易亏损事件展开调查一事,做出这项回应。 他认为,黄委会和警方调查九十年代国航外汇交易亏损事件显然就是政治报复,主要打击希望联盟再来借大选的部署。 为什么不成立赵明福黄家调查委员会? 为什么不成立独立警察投诉与行为部检委员会?IPCMC。 反而是去成立黄委会来调查上个世纪的国航外汇亏损事件。 再说,为什么不让国会辩论国航外汇亏损事件? 寻集西联再来借大选一期分配课题,也是西联属理主席的林冠英表示,现阶段西联仍在讨论一期分配课题,因此现阶段不适合去做评论,倘若时机一到,西联会再做出公布。 我们承认,西联的竞选资源比不上国阵。 但,我们已经说了,来借大选不是西联对垒国阵,而是人民对抗国阵,所以不是看哪个阵营的竞选资源多。 倘若人民要摆脱被国阵继续欺压,就应该选择西联,因为唯有西联,才能让人民当家做主,否则继续在国阵的领导下,只有你民我主。 另一方面,针对昨日前雪兰俄州务大臣丹斯里卡利现身雪州巫统代表大会仪式,林冠英则形容,如今的卡利是一脚踏两船,一边与伊斯兰党交好,另一边又试图拉拢巫统。 我不会感到惊讶她,卡利,出席雪州巫统代表大会。 但,我惊讶的是她怎么这么快就投入巫统的怀抱了?这似乎太急了,但这还是交由人民去判断吧。 马上转发。